你们说,我们哪个不是爹生娘养的,啊,哪个爹娘送完是为了当土匪,跑到天轮山来,啊,我们自己也不想当土匪,可是我们今天啊,都成了土匪, 背黑锅,找人吗,给祖宗脸上抹黑了,我们这个恶名啊,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落草到今天,我一直都在想,既然我们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那我们还洗个球啊,我们就不洗了, 我们就踏踏实实当回土匪,那你们说,我们怎样才能踏踏实实当回土匪呢,那就是要当不干恶事的土匪,就是要当只干善事不干恶事的土匪, 就是要当老百姓,就是要当老百姓稀罕的土匪,你们要跟我干,那就得按照我的规矩来,谁要是干恶事,那就是往我火爷的枪口罩撞,回我火爷的名声,那我就不客气, 这些年,我过惯了来无宗,去无影的日子,我在一个地方待久了,我就不舒服,我杀了过珊瑚,不是为了抢天龙山这个地盘,我不要什么地盘, 所以,我虽然是你们大当家的,但是我不会,呆在这个山沃子里不出去, 天龙山的事情,由我们的二当家,狗子,替我管着,狗子, 狗子,狗子,狗子,你给我听好了,你一定要按照我的规矩,好好地照顾好兄弟们, 狗子,放心,兄弟们是不会坏了你的规矩,好,小乐子,狗子, 我把狠话撂到这儿,谁要是毁坏了我的名声,这个碗就是下手, 二叔,二叔 鸡翁,大群,快点,鸡翁 二叔,二叔,二叔 马上就下来了 在前面,在这儿 二叔 同学们 等老师去了兰州见诗面回来以后 再给你们好好讲讲外面的事情 我不在这一年 由李文老师给你们带课 他讲的课比我好 老师就是他教出来的 铁蛋 新的先生来了 他还让不让我们唱风在喉马在叫了 好 唱 一定要唱 而且 天天课前课后 都要唱 而且一定要到黄河边上去唱 只要日本人没有滚出中国 这个歌就要唱 这个事我会和新老师说的 好同学们下课 我们到黄河边去唱歌去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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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二叔回来了 你看看 娘没骗你吧 他在那儿呢 去学校了 可 这个歌 保卫家乡保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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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放学回家了 好 回家了 二叔 我以为你变化了 等会来 刚到啊 家都没回就直接到学校了 你们看这个小学 我以前哪听过 好听吧 好听 有气势 保卫家乡保卫全中国 这 这是啥歌呀 歌名叫保卫黄河 这是一首抗日的歌 二叔 外面的人都在抗日 都会唱 可咱这呢 啥也不知道 好像 日本人侵略中国 跟咱没关系似的 二叔 你说 咱是中国人吧 咱是喝着黄河水长大的吧 黄河下游在闹鬼子 人们都在唱的这首歌打鬼子 可咱们呢 是啊 咱们干什么 是我 二叔知道 你为咱要出去了 二叔 其实到了兰州城能干啥我也不知道 可我这心里就是憋得慌 我每天领着娃们 在这黄河边上唱这首歌 却不知道外面到底发生了啥事 下游的黄河就像歌里唱的那样 在咆哮在怒吼 可咱这的黄河呢 却死气沉沉的 外面的人端着土枪羊枪 挥舞了大刀长矛 在抗日 在打鬼子 在拼命 可咱们在干啥呢 我每天给娃们叫着 云响衣裳花响肉 你呢 二叔 你跟着苏家班子 这个词唱独占花魁 那个词唱别够伤心 我想每天在找当了头匪的火娃 火娃呢 一个烈烈的汉子 却像孤魂野鬼似的四手流浪 二叔 我就觉得 我像一块冰烧红的铁 放在冰冷的水里一样 我要炸了 我也在炮香 二叔 我不能在这儿带下去了 我在窝的让不出去 我会发疯的 二叔 二叔 你不会拦着我吧 水花 你把二叔都说激动 二叔可是好久没有这样激动 拦你 我说要拦你了 我拦你 我会回来 替你给娃娃上课吗 水花 这些话 和你娘说过来 我没敢跟她说 不过今天早上她非要逼着问我 让我说去陈家营干啥了 我跟你说 我想到外面走走 见见世面 她一听就火了 不让我去 我再把刚才说的话跟她说了 她更不让我走 你就跟她说 你到兰州城去上学 是去上大学 是去学更有文化的文化 你学了更有文化的文化 就能回来教娃娃 更有文化的文化 只要你在外面干的事情 和学校的娃娃有关系 你娘呀 肯定不会拦你 二叔 和你一起骗着 二叔 还是你有点子 你去兰州 是不是找马龙啊 是 这时候保卫黄河的哥 就是他上次会来教我的 好 马龙这个娃不错 从小爱学习 遇到问题 爱抛跟问题 我这个当老师的 经常就被他问住 哎呀 这个娃娃骨的正气啊 你去找他 错不了了 哎 水王 你把刚才那首歌 那给二叔教教 别明天一上课 我阿们都会唱 我这个当老师的 却傻傻地在一边听着 哈哈哈哈 好 我教你 我唱一句 你唱一句 风在红 风在红 马在焦 马在焦 华河在抛销 华河在抛销 老小爱 你说这个 传完整单名 我们老张家喽 他有这么热闹吗 哦 华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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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 还不念我的口呢 还说我是恶人 你吃我的 喝我的了 还背后的 日娘斗老子的骂我 有这个道理吗 嗯 不说 我把这个摊子的铺子 我以后卖去的 让我看你们吃群 你真好 老爷 你真舍得 把这些铺面 都卖出去啊 你算舍不得了 这个世上好趣的地方 多的是 对不对 传完这些 这个杀情太准 什么你 你别怪啊 哎 你不是和范天坤说 我信佛了吗 啊 那就说对了 说得好 我找个亲近的地方 我厚厚的我念个筋 哎呀 修炼修炼嘛 我也当一把 还神仙 嗯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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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 你跑 你跑 站住 抓住他 你躺 你躺 哎 站住 这这 方叔 方叔 这 后子 又在这吃白食了 老爷 不是你 不是你 我展示摸钱 嫌弃啊呀 谁欠着 去年的饭钱还没还呢 你小子胆子不小啊 你也不看啊 这是谁的谱子 敬你来吃白食 我让你 我让你 我让你打 我不要打 东西 东西 你不要打 我让你打 这样的救命 就远赶上传犯阵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你是美眉人 这个做美眉讲究的就是和气 你和气神贼嘛 你不懂吗 人家侯子饿了吗 跑到门上 逃一口吃的喽 那是给我们面子 你还骂人家是刁民 你这个人我看着 哎呦 谢谢老爷 谢谢老爷了 以后 我再不敢喽 哎 撒话是 吃饱了吗 没有吃饱吗 再进去吃上一嘴 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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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 侯子以前 欠下的一些饭钱嘛 一笔更香 好 以后咱 再饿了 后来门上来嘛 你就再给上一嘴吃鸡 你不能再顿不顿就打人 我这个名神 都是比你们这些人 个做坏了 听说明 是 东亚 以后不敢了 吃饱了就吃饱了 好 坐 谢谢老爷 谢谢老爷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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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坐 把他做起 快坐 快坐 三十秒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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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家 您的事 这是 你是不是觉得有些奇怪 东家 不光我觉得奇怪 你看看 刚才 那些人的眼神 大家都觉得奇怪 奇怪就对了 看 有些事情 有些事情上 你得鬼这般的去看 哎 周子 老爷 后子 病了 周子 东家 啥意思 你来这都不明白 这 看病 好好好 对对对 啊 别打完啊 啊 妈妈 娘 吃饱了 香菊 聊聊水 我这么快吃饱呢 去 aka 4 仗 prepared 信佛了 我不信 他这个恶人还信佛 他就是信了佛 佛都不要不受他 我不信 别说你不信了 苏家班的人都不信 我怎么都想不明白 他为啥花钱 请苏家班来给世子坛唱戏呢 黄鼠兰给鸡拜年 不知道又想生啥坏娘 可他的管家柱子说 他确实幸福了 说他这老爷 以前干了许多对不住 我们世子参的事情 想请苏家班给世子参人唱台戏 让乡亲们原谅娘 他说 你看你出去这两年 咋 家里的世子酒喝不惯了 看你说的 出去这两年 就像这口十字酒呢 妈 你还愣着干啥呢 还不跟你二叔喝上去别 二叔 谢谢你回来替我给娃上课 我敬你一杯 他二叔 这酒你喝不点 也用不着 你替他给娃们上课 他哪都不能去 上外头见世面 见啥世面 你啊 每天把这黄河水 都看上去 啥都明白了 娘 我就出去一年 一年 一天都不行 反正我要去 要是你想着娃们没课上 你就去 嫂子 我给娃们上课 谁给娃上课 你说了不算 是我说了算 你就喝上几盅酒 睡个好觉 明天早上去找你那苏家搬家 娘 你咋不讲理呢 我咋不讲理呢 学会训娘了 我咋就不讲理吗 娘是啊 不认你那个理 说不通 二叔 你看我娘 她老讲她自己的理吗 睡吧 别和你娘顶嘴 嫂子 我给你唱一段 我心编的骨子戏吧 二叔 你这会儿唱啥戏吗 你还 行了 你二叔 索子 我长时间没听你唱了 再唱上一段 骨子戏 我给你们唱一段 老黄河 你见没见我的娘 他的眼神 是否还明亮 是否还明亮 我家走就像离开支塔楼 包月 走 咱们也上兰州乘走 娘 兰州不好 我喜欢西安 上海 还有北平 再说了 爹不想见黄河 要离黄河远远的 兰州又在黄河边上 爹一定不愿意去 是吧 爹 胡说 爹是不想见到这个地方的黄河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我最离不开的就是老黄河 去了兰州后 既离开了这个地方 又能天天看到黄河 再说 北平跟上海都让那些鬼子们给占了 那我们不能去当王冠魔 我们受谁的气 我们也不能受 那些杂存鬼子们的气 爹 那你咋不去打鬼子呢 你爹要是在年轻上二十岁上 我单不端上枪上 跟个狗人的鬼子屁 我就不是汉子 我去替你打 你快算了吧 就你这么个药罐子的身子骨 你还是好好学习吧 爹就你这么一个儿子 中国人那么多嘛 也不缺你这么一个B样子 你反了 老爷 猴子的事情办妥了 怎么办呢 给他抓了副药 吃了药 病就好多了 这个药不能下得太猛了 治病不能急啊 急了出人命呢 老爷放心 药下得不忙 那就好 来 行吧 爹 胡子得咋病了 胡子 说了你也不知道 吃吧 老爷 老爷 当我拦住以后 你去考一号国里甘肃学院 不 要考我就考西北医专 我学医 对 学医好 学了医啊 把你这一身的病也治个好 还有你爹这一身的病 你也给他治治 你成人乖气的 我也撒病你 那就学医 就这么定了 好 你 嗯 儿想娘想得 惊天动地 嫂子 你就没从这月下四娘的曲子里 听出点啥啊 去骗话 此以后 这是活挖的不骗 水挖 谁说你娘糊涂 你娘一听这个曲子 就是写给我娃的呀 这个不孝的对象 月下四娘的 她心里 要是真的有这娘 她就不会坐着回来 不见成娘 她说 这二年 你跟苏家伴在外头 月天哄哄哄哄哄的我 你 老索伐 这苦路 为了找活挖 这老黄河 上上下下 走了个遍 推都走斑了 我早知道 黄河边上的人 都知道了 活挖 是不是你们 李家的娃 嗯 你这当儿说的 就忍心着 李家出头皮呢 哎呀 嫂子 火娃 也是被逼无奈 再说了 火娃这两年 在外闯荡 也没干三恶事嘛 是不是 她这个肥呀 和其他的肥不一样 这黄河边的人 还都念她的好呢 嫂子 你知道黄河边的人 都咋说我们李家呢 咋说呢 你还指望 说你这土匪 好之呢 大家还真说 我们李家的好 说我们世子滩的李家 就是不一样 出了个土匪 都是好土匪 这黄河边 自从有了肥 哪见过这么好的土匪呀 嫂子 这是不是夸我们李家的人 快说 你这又唱又说点 是不是想护着护完 您那李在我这不通 说不通 说 嫂子 火花的事情 我不和你太干 这个事 我们以后慢慢说 嫂子 你知道不知道 啥是个大学 大学 就是更大一些的学堂 哈哈哈哈哈哈 啥呢 说什么 哎呀 水王 看看 你娘每天都待在大山里 沿着黄河边转 我到现在 才去过一次县城 啊 有些事情她不知道 不能怪她 你得跟你娘说一说呀 啊 她为啥遇上 认识了总认自己的老旅 那就是因为 她一直围着这个老圈子转 不知道外面的事情 啊 是吧 嫂子 这事我娘不知道呢 我也不知道 就说这大学吧 我也是听过没见过 娘 你见过火车 见过飞舰 让外面的世界变化大了 你不能老抓紧的老李不放 你也应该知道外面那些事情 了解一些外面的新道理 你娘 这一辈子 就在这黄河边边上 过日子之内 睡吧 娘让你给娃们教书 这就是最大的力 娘让火娃回来给娘过日子 也是最大的道理 是吧 娘知道你心里想啥呢 哎 人长大了 心就输不住了 可是你再大 能打得过这黄河 你看这黄河水 流了这么多的年 她就不想 换个火发 想改条路做 不 还留着 还就这么走着 老黄河没错 你娘没错 这就是老黄河的道理 对着你 嫂子 我跟你说一下 什么是大学 我们村这个学校 其实是个小学 小学上面 还有中学 中学在上面 才是大学 从我们这个学校里 学出来的娃们 还不是你说的那种文化人 中其量呀 也就是会使个叔叔 认得几个字啊 要想成为文化人 要想干大事 就要学呀 更有文化的文化 水娃到兰州城的 大学里去见见世面 不是啥坏事 应该说呀 是个我们老李家 争光的事呀 嫂子 这黄河边的人 可都知道 你最恨那些 不让自己的娃 读书狮子的人了 那 我爹该哈这个学汤 为了啥 就是为了 让我们这里的娃们 都能念上书 可你今天 却反对水娃 到兰州城里 上更好的学 念更有文化的书 嫂子 乡亲们要知道 你反对自己的娃 到外面去读书 他们会怎么看你 还有我爹 我哥 他们在九泉之下 会怎么看你呀 你啊 你不是老拿老黄河 说事吗 那咱就说说老黄河 你说这老黄河 他为啥不窝到 咱这非要走呢 你咋不拦着他 不让他走吗 老黄河不走就死了 嫂子 你刚才不是也说了吗 黄河没改道 但是他的水往外流着你 你让水娃出去 大学里见见世面 回来 能给娃们 教更好的课呀 好 走 走去 不过 不过你啊 不过你啊 妈回来就好 爸 你打算 啥时候走呢 娘 你要点头 我明天就说 走 走 要我回来呢 走 妈妈看见啊 有家卢娃到兰州城 是没了座门的 我们家水娃是上大学呢 她还要回来 再接着给娃娃们教书呢 是吧 说 是呀 娘 是吧 到了兰州城 遇到啥男生 去找你马龙哥 对 师父 咱们试试看 找兰州城闯荡的 救你和马龙两个人 特别给我们师父看丢人 不分点儿说 女生们 要好好念书 那长本事 咱俩长大了 也到兰州上大学 是 是 安好 三弟的 三弟 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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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匪道上的规矩 我还是了解的 李虎德占了天龙山 规矩就变了 你们能说走就走 火焰仗义 不不 是李虎德仗义 谁走他都不拦着 没人还给发了四块打烊 舅 到了县长家 你能不能天天来看我呢 你看你这孩子 竟说的是废话 你去的是县长家 县长是啥 县长是咱们这最大的官 你知道不 李老 英子 你被托腿 绑架的事 可千万不能说啊 再一个 火焰救的事 更不能说 因为什么 县长的小叫的 就是被火焰打死的 记住没 记住了 走 小心哥 我是中大街上大菜楼的厨子 和你们府上那个老马厨子 我们都是师兄弟 他托我呀 给这个县长娘找个丫鬟 这就是我的外甥女子 县长娘的机调见人 我呢就脱困就去 不就给县长娘娘找个丫鬟 是 莫你这么啰哩啰嗦 一大堆废话 做的 咱赶紧进去 好好好 好 走 英子 走 快去 去去去 太太 喝药了 儿子 儿子 我的《闹女子》 人给你带来了 你过过沐啊 儿子 你站那么远,我能看得清啊 人还干净 长得也还喜性 树啥的 树兔的 叫什么名字 英字 识字吧 好,不识字的好 姑娘家,识了字心就也了 王妈,扯几块布,干干净净的,给她做几十衣裳 还不谢谢奶奶 娘,这山里长大的我,不懂事 不懂事了好调教 懂事了才不好调教呢 新长,张体长在前天等你呢 知道了,你下去吧 娘,我先去了 好 走了娘 婴子,这是王妈 妈妈好 王妈,带她到院里转转 给她讲讲府上的规矩 知道了 婴子,你有福气啊 我们家老太太挑了多少人,才选准了你 走 林贵,什么事啊 黄县长 李伙德打死了过山湖,把天龙山占了 真的 真的 好事 好事啊 这李伙德是咱第一个要命的土匪 他扩大了队伍,咱还是好事呢 林贵啊 你想一想 李伙德这个善匪,灭了过山湖这个恶匪 从此黄河边,多了一股善匪,少了一股恶匪 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 这是其一 其二呢 咱们这些年,为啥一直抓不住李伙德呀 就是因为他来无踪去无影,没个落脚的地方 他现在落脚到了天龙山,这是不是好事啊 好,坐坐坐 可他要窝在里边不出来,咱们拿他也没有办法 天龙山地势险要,一手难攻 再说了,咱保安队就这么点人,也围不住个天龙山呢 天龙山为啥一手难攻啊 就是因为进山的通道只有一条 只要他李伙德钻进了山,他就别想再出来 你带人暗中把进出老狼口的道给疯了 只要他李伙德一出山,不管是死是活,你都得给我拿下 我小舅子的仇不报,我这个现场的脸上都没光 娘,累了 娘还没说累你就累了 娘,热,想去河里聊聊水 这一天去了几次了,不去了 妈妈,傻娘 你看,这狮子一年比一年熟成好 可是娘,醉得这些旧狮子给谁吃呢 娘知道,娘老了 就像这老狮子树一样,狮子熟了,就离开老狮子树了 娘的娃娃大了,也就离开娘了 妈妈,还是我今晚好,今晚不离开娘的 妈,你不离开娘的 跟你说话,娘 今晚不离开娘 娘,热,想去河里淋浪水 你真热,热你 又别又热,不舒服 去去去去,走去 去 今天我们学大神里面的紫叶无歌 在学这首诗之前 我们把昨天学过的 往路山瀑布 再念一遍 日照向路生子叶念 日照向路生子叶念 要看苦不挂钱传念 要看苦不挂钱传念 醉有之下三千尺念 醉有之下三千尺 一诗银河落九天 念 一诗银河落九天 好 经理,干爹 都来了 不是说好下午到吗 怎么上午就到了 我娘急着要来呢 宿佳班都来了 都来了 都在渡口瓦岸上班行头呢 经理,干爹说过你多少次了 不能因为成了绝 就不和班子里的人一起干活了 我娘让我来的 和你说说话 那我现在正上课呀 我还没听干爹讲过课呢 那好,你进来听一听 等我讲完了课 我们也来好好说话 好 来